各州近期正在放宽各项防疫限制 并允许餐饮等商业活动重启 美国不少公共卫生专家警告 此举面临诸多风险 变异新冠病毒正在美国持续蔓延 各地政府忽视了这一现状的危险性 如果变异新冠病毒得不到有效控制 接下来美国很有可能还会爆发新一轮的疫情传播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 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进入二月无论是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 超过感染新冠病毒的总人数 还是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显著降至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似乎都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疫情有所缓解的希望 据美联社二月十八号报道 美国多个州近期正放宽各项防疫限制 并允许餐饮等商业活动重启 但现在真的是放宽防疫限制的好时机吗 显然不是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当地时间二月十七号说 尽管目前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所下降 但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可能导致美国病例再度激增 并可能危险的加速疫情的蔓延 沃伦斯基日前表达了对变异新冠病毒的担忧 我们现在知道或者说我们估计全美目前4%的确诊病例 与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有关 我们还预测到今年三月底的时候 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可能将成为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新冠病毒 当地时间十六号 美国疾控中心报告了至少一千两百九十九例 感染了在英国南非和巴西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病例 这些病例并不是美国的变异毒株感染病例的全部 而是仅代表通过分析阳性样本发现的病例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坦言 如果变异病毒在美国流行开来 疫情数字将会再度攀升 目前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尚未在美国占据主导传播地位 不过一旦它支配了美国 就像我们的南非同行所经历的那样 即使你感染过还未变异的新冠病毒 仍然有很大几率会再次被感染 美国疾控中心17号还发布了一份 与明尼苏达州卫生部门共同完成的最新研究报告 报告对该州八名感染了在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的病例 进行了分析 在这八人中三人在发病前两周有国际旅行史 三人去过加利福尼亚州 一人在家中接触病毒 另一人在社区接触病毒 但他们都没有去过英国 报告称 在明尼苏达州发现该变异毒株凸显了防疫措施的重要性 比如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人群聚集和通风不良的室内空间 隔离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 以及遵守美国疾控中心的旅行指南 尽管如此 仍有一些美国官员没有对变异病毒提起足够的重视 当前美国至少42个州 报告了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B.1.1.7 在报告B.1.1.7确诊病例最多的佛罗里达州 官员们已经不再关注疫情 谈到变异病毒病例增加时 州长德桑蒂斯甚至对记者称 很明显是媒体在担心你们特别喜欢那些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献刚看来 变异毒株在美国的传播仍然无法控制 如果在此时放宽了防疫措施 那么接下来美国很有可能会爆发新一轮的疫情传播 重演2020年新冠病毒在美国肆虐的情景 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 美国的抗击疫情取得了一些进展 也就是说每天确诊的人数从二十万十几万 现在下降到了五六万 从数据上来是有了很大的进展 同时呢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也在下降 但是呢由于这个美国的目前的这个变异新冠病毒 对它的了解掌握并不到位 而对它如何来进行治疗也没有有效的手段 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放宽了这种疫情的防疫措施 那么这种变异的新冠病毒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美国未来很有可能爆发新的一轮的疫情传播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 不论它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我想它还是应该加强防御的措施 不能因为目前的数据有所改善 就掉以轻心 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让人担心 而美国应对变异新冠病毒的能力也让人忧心忡忡 在不少专家看来 美国当前根本没有足够资源应对变异病毒 医院床位长期紧张 医护人员身心疲惫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本月初就报道说 美国医护人员承受着巨大压力 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此外 美国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也难言乐观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本月11号说 政府已经增够两亿剂新冠疫苗 但从上届政府接手的疫苗接种项目远比想象的糟 疫苗短缺被不少美国民众诟病 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说 疫苗短缺导致根本无法预约接种 当你想预约第二针时 你得到的信息是已经无法预约第二针 因此预约机构会把你排除 你根本无法预约第一针或第二针 肆虐美国多日的冬季风暴天气 也对美国新冠疫苗运输以及接种工作造成影响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多地的疫苗运输和交付工作 因天气影响而延误 至少15个州的疫苗接种点关闭 预约接种工作将另行安排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认为 变异病毒的威胁 疫苗接种乱象等多种因素 让美国的抗议形势仍不容乐观 而美国之所以迟迟不能形成有效的抗议合力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美国处在一个撕裂的状态中 我想美国之所以没有形成有效的抗议合力 主要还是它的社会现在处在一个撕裂的状态 刚刚结束的大选 包括新政府的交接 都是十分的不顺畅 这使得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的对立情绪 越来越严重 这也就反映在美国抗议的这种工作当中去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执政时期 他对于疫情的这种宣传 对于疫情的这种认识 也影响了很多美国的民众 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什么了不起 戴口罩没有什么用处 该聚会还是要聚会 导致美国很多民众 对于这种防疫措施 不严格的去执行 对于接种疫苗 也不那么积极的配合 因此就造成了 美国目前这个疫情 虽然数字有所改善 但仍然居于世界首位的这样一种状态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综合报道 全球抗疫进行时 我们来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进展 据世卫组织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2月19号23点18分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亿0999万7288例 累计死亡病例243万5145例 在美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 不断出现分配混乱特权插队等种种乱象 近期在佛罗里达州 有人为了能够打上疫苗 甚至假扮成老年人 试图蒙混过关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名卫生官员 1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17号有两名老年妇女来到该市的接种点 要求接种新冠疫苗 这两人虽然都持有疫苗接种卡 但上面的信息和他们的身份证件有出入 接种点的工作人员仔细检查后发现 这两名所谓老人之所以看上去有些奇怪 是因为他们其实是有两名年轻女子假扮的 17号我们发现有年轻的女士 伪装成老太太来接种第二剂疫苗 我不知道他们打第一针时是怎样逃过检查的 但他们当时接种了第一针疫苗 他们用帽子 手套 眼镜等来伪装成老人 而实际上他们只有20多岁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和疾控中心一直强调 高龄人群和医护人员 优先接种 但在美国疫苗接种过程中 各类插队事件仍然层出不穷 在富人们插队接种疫苗的同时 一些需要优先接种的高危人群却无针可打 把目光转向拉美地区 截止到北京时间20号凌晨4点 拉美地区累计新冠肺炎病例数量 已经超过了2068万例 该地区有13国已启动大规模的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至少有10个拉美国家 已使用和即将使用中国新冠疫苗 详细情况 我们连线总台驻拉美记者孙宇 孙宇 先来介绍一下目前拉美地区的总体疫情 好的 截止到北京时间20号凌晨4点 拉美33个国家和23个地区中 有28国和8个地区 报告在近24小时内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病例数超过97000例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68万 新增死亡3400余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5万例 目前巴西的病例总数已超过1000万例 其中死亡24万例 巴西因此成为继美国和印度之后 又一个病例数超过千万的国家 另有四个拉美国家的病例数超过百万 其中墨西哥累计病例超过220万 死亡58000余人 阿根廷和墨西哥的累计病例数 均在200万例以上 阿根廷死亡5万人 墨西哥死亡病例近18万 秘鲁累计病例130万 死亡44000余人 此外智利累计病例近78万 死亡19000余人 巴拿马累计病例约33万 死亡5600余人 厄瓜多尔 波利维亚 多米尼加 和哥斯达利加的病例数 均在20万例以上 威地马拉 宏都拉斯 巴拉圭 和韦内瑞拉的病例数 则在16万到13万例不等 主持人 那目前拉美地区新冠疫苗 接种的进展情况如何呢 根据泛美卫生组织的统计 截止到2月初 拉美有36个国家和地区 已向世界卫生组织主导了 新冠肺炎疫情疫苗实施计划 申购了新冠疫苗 总计申购量超过3200万剂 预计该计划将从本月下旬开始 分批次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疫苗 同时许多拉美国家 还同步向中国 美国 英国等国的 制药企业采购疫苗 从去年底至今 墨西哥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秘� 等拉美12国 已陆续启动了 全国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其中巴西 智利 秘� 和墨西哥四国 先后批准在国内 紧急使用中国新冠疫苗许可 并已收到订购的中国疫苗 则已在国内大规模接种了中国疫苗 其中巴西 智利 秘� 和墨西哥四国 先后批准在国内紧急使用 中国新冠疫苗许可 并已收到订购的中国疫苗 巴西 智利和秘� 则已在国内大规模接种了中国疫苗 秘�和智利两国总统 在本月中旬分别接种了 中国国药和科兴疫苗 哥伦比亚 波利维亚 阿根廷 全国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其中巴西 智利 秘� 和墨西哥四国 先后批准在国内紧急使用 中国新冠疫苗许可 并已收到订购的中国疫苗 巴西 智利和秘� 则已在国内大规模接种了中国疫苗 秘�和智利两国总统 在本月中旬分别接种了 中国国药和科兴疫苗 哥伦比亚 波利维亚 阿根廷 乌拉圭 多米尼加等国 也订购了中国新冠疫苗 并将有望在近期收获 此外 贵亚纳政府宣布 该国很快会接收到的 首批国际捐赠的新冠疫苗 将是由中方提供的 中国新冠疫苗 主持人 好的 孙宇 最早引进中国疫苗的国家之一 土耳其也是目前疫苗接种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 截至当地时间19号19点 土耳其总计接种了超过650万剂中国疫苗 近日 总台记者探访了 位于土耳其南部城市梅尔辛的一家医院 医院接种工作的负责人说 医院共有25个疫苗接种室 日均接种近千人 自从疫苗接种工作开始之后 一切工作进展顺利 我们的接种工作进行的非常好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问题 民众很满意 疫苗接种工作进行的很快 对我们医务人员来说感到很自豪 我们快速的推进工作 希望尽快给民众们接种疫苗 从疾病中拯救大家 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最快的研发出的疫苗 我们非常感激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18号透露 已在日本国内发现与英国等地 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不同的变异病毒 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病毒来自哪个国家 详细情况 请听总台驻日本记者周立的报道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 日本国内陆续发现可能对疫苗效果产生影响的变异新冠病毒 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18号透露 已在日本国内发现与英国等地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不同的变异病毒 截至2月2日已在机场检疫中发现两例 关东地区发现91例感染这种变异新冠病毒的病例 据介绍 从变异方式来看 其性质可能导致免疫效果下降 但传染性不会增强 向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咨询的专家组认为 此前在英国、南非以及巴西发现的三种变异新冠病毒 虽然在日本并未成为流行新冠病毒的主体 但仍需充分动员民间力量加强检测力度 据报道 此前在英国、南非以及巴西发现的三种变异新冠病毒 均为病毒表面的蛋白质N501Y发生突变 人们担忧这种突变会导致传染性增强 而日本此次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为E484K突变 N501Y未出现变异 厚生劳动省称 尚无法确定这种变异新冠病毒 会对公共卫生产生怎样的影响 最后我们来关注韩国的疫情 韩国防疫部门指出 当前疫情复燃的风险在不断增大 将是疫情发展决定是否调整现行的防疫响应级别 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 张云先来介绍一下韩国近期的疫情发展情况 好的 19号韩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61例 其中本地感染病例533例 累计确诊86128例 这是韩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连续两天突破600例以后 再次回落到600例以下 17号和18号韩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都达到了621例 是自1月10号以来的最高记录 韩国防疫部门指出 新增确诊病例突然大幅增加 主要是与大型工厂发生大规模集体感染疫情有关 此外 由于春节假期期间人口流动加大 私人聚会增多给防疫带来了破口 加上政府自本月15号起 在全国范围内下调了防疫响应级别 允许公共聚集设施的营业时间 延长到晚上10点 餐厅健身房补习班等日常生活空间 也不断出现集体感染疫情 近一周以来 韩国的日均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例 防疫形势不容乐观 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社会战略组组长 孙颖来19号表示 疫情复燃的风险增大 防疫部门将在本周末 视疫情发展 决定是否调整现行的防疫响应级别 孙颖来表示 只有及时遏制日常生活中的感染风险 才能避免上调防疫响应级别 他同时呼吁民众周末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主持人 韩国总统文在寅19号表示 在疫情平息之后 将会为民众发放补助 以抚慰民心 韩国政府之前已经发放过四轮的抗疫补助 效果如何呢 是的 据韩国总统府青马台发言人康明硕 19号介绍 文在寅总统当天在青马台 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领导班子 举行午餐座谈会时表示 在韩国疫情平息后 可以考虑向民众发放补助 以抚慰民心 康明硕介绍说 共同民主党党首李洛渊和党边金泰年建议 政府发放补助提振经济之后 文在寅总统回应说 为了聚拢民意 抚慰民心 促进消费 可以考虑发放补助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 韩国政府已经发放了三轮抗疫补助 每一轮补助的接收对象都不尽相同 有的侧重于支援受疫情冲击严重的 中小工商业者和个体户 有的着重于关照弱势群体 向疫情下生计面临困难的家庭提供补贴 还曾经发放过消费券 刺激消费提振经济 对于第四轮抗疫补助 文在寅说 希望尽可能减少福利死角 之前政府一直以一刀切的方式发放补助 而今后应该先了解国民的收入情况 有针对性的发放抗疫补助 虽然文在寅总统体恤受疫情冲击的民众 不断发放补助 但韩国近期的经济指标却不甚理想 实体经济不确定性持续 根据韩国企划财政部19号发布的 近期经济动向资料中指出 最近韩国经济得益于出口恢复 制造业和投资获得了改善 单受第三轮新冠疫情